來拍到鮮干貝料理宣傳 最後一道的鮮干貝料理 菜有什麼叫做 雙醬干貝 哪兩種 一個是日式的和風醬 然後一個是類青醬 類青醬 類青醬 你剛剛看到以酒黃為搭 為調味的類青醬 沒有 我今天是 單純就是九層塔 然後跟花生就好 只有兩種 對 就兩種就好 五分鐘 計時開始 撒鹽在盤子上 還有黑胡椒 鹹山的嗎 我們吃到這麼好吃的干貝 以後這干貝會另眼相看 太簡單了 我們反而不會想去吃它 對 會 你會變得更挑 更挑 因為這好好吃 對 沒事 你都不要吃了 沒事 浪費的食材 你看看 所以都不要吃 好酸喔 這兩面都要有就對了 對 基本調味 好酸喔 感覺好像吃得還好飯糰 你知道嗎 真醬飯糰 很大便 很鮮的沒有吃到 你不能這樣子 低調低調一點 有一個五熊 有一個 對啊 吃喝干貝到底是什麼尺寸 不是有分那種 四而三而四 真的是最大的 我喝過一段 沒吃到最大 對 這個是凡力貝的干貝 凡力貝本人長多大 這個的話 差不多有時候這麼大 好大 然後它的肉 真的都不好吃 肉也是有吃啊 我們一般去北海道的話 你又去市場的話 你看到那個干貝 你可以跟它講 它會開給你這樣吃 是喔 對 它裡面真的有這麼大的干貝 有 我們跟它的炸雞 不是差不多的程序 是一樣的嗎 沒有...不一樣 剛剛有過油 來囉 它打一個純粹的青醬喔 對 它是一點點就好了 這那麼少 對 那個也是九層糖嗎 對 然後一點點就算 這麼好提味 就這樣 對 好 不用干奶油 我用水 不用干奶油 它要補一點 沙拉油 不用干奶油 不用... 還是不用干奶油 對 一點沙拉油 這還拿不到 類型這樣 什麼 這個是馬鈴薯絲 你要把這個澱粉洗掉 不用特別搓它 泡著就可以了 我已經洗過了 那現在它泡著 對 馬鈴薯絲剛才有什麼樣的前處理 就是把它刨濕之後 然後用這個水 已經洗過大概三次左右了 所以它會特別的脆爽 對 好漂亮喔 漂亮... 喜歡喔 小心喔 太爽了 這樣幾分手 這個大概三分 這邊蒜頭進來 還是要調... 你用了剛剛那個... 它的汁液 對 然後奶油進來 兩塊 奶油要兩塊喔 怎麼會這麼多 這樣香氣比較厚 對啊 奶油超香的 然後這個是味醂 醬油的... 合風的 這是牛奶的醬汁 厲害 來...清酒 清酒 哇... 哇... 好香喔 這樣就超好吃 這樣幸好啦 這樣快樂啦 這樣好... 快健康了 對 這樣有錢 對啦 好的 倒數最後一分鐘 好 這樣子不會乖乖的 會有重煮感 很好喔 它變成一個清香的香氣耶 好特別 有一點... 有沒有 這個酥了 這個酥了 要調味 媽 對 這樣算我很好 要放起來 很好看 它不是做效果 它吃的話那個酥脆感是很厲害 我這道菜不對 好想吃喔 這道菜 想吃要拿出態度來 雙醬干貝完成 然後要洗三次菜就這個效果 好重喔 這干貝好重喔 沒有洗的話呢 沒有洗的話它不會輸 這沒洗不輸喔 它的店不會太多 好鹹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甜味效果很好耶 對 你這個合風醬的甜味比較... 我把它拉高一點點 對 好正點喔 炸到那個絲配那個干貝 你的干貝... 這個地瓜絲是剉腔剉出來 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絲 它是剉腔剉出來 要洗過三次 店面都要洗掉 否則不會這麼酥的 它好細酥喔 它不是脆 它是盡量嘴邊是很酥的 對 很酥 而且很細脂 而且那個青醬點得剛剛好耶 黃蜂跟青醬的口味 是match的 很大 對 青醬就點綴 就一點點它也沒有太強 因為它是用水打的 然後就覺得淡淡的香氣 這是剛才質疑的另外一個點 因為青醬通常 我們想要青醬吃 淡淡的香氣 你只要一點點的 花生的香味出來之後 就可以把青醬那個很強的味道 把它把它拉掉 淡了 而且它花生的話 乾貝好厚喔 你不用講 我們已經吃了兩個那麼厚的好不好 它剛剛花生只用一小撮耶 它花生不是一個碗喔 它是一小撮耶 所以你是說用花生的話 可以把那個青醬 比較多的味道帶走 任何的比較強烈的味道 你要用油脂去把它降下來 那堅果本身打完之後 它有堅果的香氣 然後又有香氣 所以它會把那個醬的味道 把它稍微降下來 那松子可以嗎 松子也可以 只有任何堅果 杏仁果啦 核桃 但香氣不同啊 好好吃 松子香味跟花生的香味 怎麼會一樣 確實 對不對 漂亮 再來是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